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了我們冷眼旁觀的節目 今天要和大家談談什麼叫冰凍三尺,非一日之河 大家知道在我們人生裏面,有很多事情的發生不是突然發生的 而是經歷了很久很久的,越來越不理想 所以這件事才會逐漸發酵,令到這件事越來越嚴重 現在老美似乎發生同樣的狀況 好像局勢就越來越不知所謂 那究竟為什麼呢?今天冷眼兄就和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真姿再見 冷眼兄你好 跟大家嘗試一下分析一下,現在世界上有三個大亂事 第一個就是俄羅斯和烏克蘭 第二個問題就是以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第三個就是美國現在來亂 那我歸根究竟呢 剛才大英偉sir說得很清楚了 我的heading就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你小炒小鬧就可能一時衝動 但是在說一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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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兩年的或者幾年的戰役 絕對是職員 甚至乎是一個很驚天的大報告 那當然每一件事都有很複雜的前因後果 我亦都沒有,沒有可能我會知道所有事情 有些內幕可能我和你都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是搞事的人才知道 但是當然這三件事呢 都是不弱而同,是和美國有關的 那美國為什麼要搞到今時今日 首先是搞別人 然後搞自己的兄弟 兄弟就是誰? 兄弟是以色列 人家就是俄羅斯 很清楚了是不是? 第三個就是搞自己了 你看這個進展 這個進程呢 是和這個天理循環是很有 很有這個 這個吻合點 就是多行不義 不義就必遭天險 你看到 美國在由立國到今時今日 首先他們本身是強盜 他是霸佔別人的地方 趕盡殺絕 滅絕當地的土著 印第安人 然後呢 就威逼利友 德薩斯州今時今日 帶頭要起義 要搞獨立 因為當時他都是威逼利友 加入了這個 美國成為其中一個州的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那個行為舉止呢 其實是一個黑社會來的 那黑社會基本上都 大家都是向請看 黑社會都是好和不好的 當然歸根夠大都不是那麼好 但是 有些幫派呢 就很講兄弟的道義的 搞還搞 不要搞自己人 所以那些什麼幫規呢 說來講的都是 不可以勾勾勾勾勾二嫂 不可以欺師滅祖 不可以害兄弟 但是今時今日呢 香港的社團 其他世界很多的地方的黑社會 都開始不講這一套了 同門那個發生爭執 兄弟危場 比比街市 這個也都跟今時今日 那個人論 那個對家族 對自己祖先 對家國的認知 那個歸屬感是很微弱的 所以人人都是向自己看 個人忠心 總之今天就有了今早醉 我吃得好 住得好 我管你沒有飯開 最重要是我自己好 也都因為這個 整體整個世界這樣的趨向 這個世界能夠生存下去 因為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叫做教育 教育呢 是有幾方面的 第一個教育首先來自誰 來自父母 第二個就是來自那個學校 再進一步來自這個社會 年輕新一代 全世界都是這樣的 總之00後 90後那些 沒有誰是講利他主義的 那 也都導致到今時今日 是 罵人家那些東西 搶人家那些東西 全部是有市場的 每個都不是說 是應不應該搶 而是在研究怎樣可以搶多些 那這個大頭造出來的呢 就是美國了 所以美國 它本身是一幫強盜 就霸了別人的那個 北美洲 然後呢 就用盡種種方法 掠奪那些土地 掠奪那些資源 這些是遠古的事情 大佬 今時今日還有沒有這一套 有沒有這樣做 有 剛剛才發生 剛剛才要把這個關島 sorry 不是關島 是夏威夷 貓夷 將它放火燒 那一集我都很詳細分析過這件事情 現在二來越多 有很多證據 很多說法 是放火燒那些土地 令它無家可歸 就被迫自賣土地 因為那幫人不肯走 那幫土地那些 夏威夷人每天跳草圍舞 招呼遊客就很高興了 那些地其實很可貴很漂亮的 我本人都是去過關島的 你看到那些景色天然 景色是漂亮得不得了 關島和夏威夷都是同類型的地方 是一個島 是很多個島 四位風光如畫的 所以美國很多有錢人都想在那裡住 但是那些人 有錢的人都不賣給他 那些人是土著 你試試走去 新界那些原居民那些村那裡 你說 喂 我想買了這條村 我們建了樓 它賣給你才行的 但是美國一向都有一個做法 就是你不行 我就搶你了 放火燒你了 這個和香港 是早幾十年前 有些舊區重建 收舊樓 放火燒樓 放蛇 塞了一條蓋 製造噪音 逼你的人搬走 是如出一切的 所以天下烏啊一陽黑 後來現在美國 其實是一幫賊立國 所以到最後 因為這個分裝不雲 利益分配 大家有衝突 所以就發生了一個南北戰爭 其實已經不是第一次亂亂 之前有一次很嚴重的 內緣就是這個南北戰爭 但是結果就 打完之後就形成 今時今日的局面 他們那個精神一不變 他們做的手法是 由頭都是衰到落尾的 現在就越來越衰 衰到怎樣呢 衰到落毒了 什麼落毒呢 我剛剛昨天看到那個示範 就有個外國人說的 都有一些權威性的 我覺得那個人 他說美國是用 打算用新冠肺炎 去減少世界人口 這個說法和我是 兩年多前 我都是有這樣的懷疑 有這樣的質疑 事實上也都越來越 時間會記名一切 越來越有這樣的說法 美國很奇怪 為什麼這樣很爽 搞個新冠肺炎 他自己死的人多 沒有理由他自己死得這麼多 其實美國是被自己累死的 因為其實他在搞這個新冠肺炎之前 他其實已經準備了 那個布萊登集團 布萊登集團 已經是那些藥廠 已經造成了一些疫苗了 自己人當然是便宜 賣出去當然是貴 是不是 那現在就想要低一點 就定一點來 所以那時候 特朗普染了 你叫那個女人擦擦條 他拿的那些藥 是最好的藥 是不是 所以你看到他很輕如淡舌 他當感冒 當傷腹病 但是 在有很多的疫苗 未曾遭遭現世之前 很多人是沒有針打的 或者我們針也未必是這麼夠效力 的時候 美國人是一個 他們很崇尚的人生的一個追求的東西 就叫做自由 他們說的是 他們追求的自由就是 我有權不戴口罩 他們沒有想過 他會傳染別人的 喂 你還不要緊啊 大哥 你回來的社區 你害死其他人 所以呢 這個破毒的那些 美國那些人渣 他是打算搞別人 所以他本身是打算搞死中國的 如果中國 不是玩這個閉關 封國封川 去到這麼嚴峻的方式 來處理這個新冠肺炎 我們今天分分鐘倒了 但是問題呢 他想不到呢 是 他去播毒呢 中國是可以去那裡 齊心 那個 政府是可以指揮一切 那些人呢 是搶制性的 也挺出選聽話 當然中間都有一些是小炒小樓 說禁得太緊要 那些人是有些發焦的 但是沒有辦法 你發燒 你媽媽當然是不讓你出去打球的 不讓你出去到處走的 那你當然不高興的 但是都是為你好的 好了 也都時間證明一切 中國是勉強捱過這一關 但是美國就不同了 因為美國呢 就玩自由 那些美國人根本就是 是一幫不遵守紀律的人 為什麼不遵守紀律 還有為什麼不守規矩 因為它國家大頭不守規矩 國家是做了一個很完美的示範 但是這世界你不用聽別人說的 你不需要尊守任何規矩 所以它在這個聯合國 對它所頒布的一些規則 一些禁令 對它有利就會遵守 會基本上逼人來遵守 但是對它沒有什麼好處 或者它覺得是不需要遵守的東西 它就理你都傻 就是大頭就退出那個協議 還在說大頭不交會費 現在聯合國欠聯合國那個會費 最多那個國家就叫美國 但是它就霸佔著這個常任理事國的大位 還要抓兩個這樣的附庸國 那個就是法國和英國 但是你想想五中五個人裏面 有五個董事局成員 有三個是毛賴來的 還有一個最大的毛賴 就控制了兩個小毛賴 去主宰聯合國 那你有什麼辦法不死呢? 那那些下面那些人民市民 我大哥也是這樣做的 這樣就是對的 他們無論這個民主黨和共和黨 都是一幫流氓 都是在說維利仕途 在說這個是 抬誤創生的一個禽獸 我用禽獸來應用這幫人就沒有了 那這件事就令到 新官這件事是想著害人 怎麽樣害了自己 那你可以看到 他們這個美國為什麽會 做出這麽多事情 去危害這個世界呢? 因為他的心態就是 我搞死了全世界 我主要就是自己怎樣 他不覺得這個世界的資源 是不應該被這些賤民 這些矮民去享受 去消耗一個地球上的資源 包括淡水 包括了能源 包括了這些貴重的金屬 包括了那些科技 所以他很不抵得我們中國人 因為他很生氣 因為中國人現在享受的生活的便利 雖然我們人均的收入 我現在暫時都是 應該是去不了美國的五分之一的 人均的GDP 但是我們過的生活的質素 可能已經是超越了美國的了 你說不是啊 美國那些人人都有駕車 人人都在說有間房子 美國中國還有很多的窮人 但是你只看到美國的那些富人 或者那些中等收入的家庭 其實美國的窮人 比中國的窮人還慘很多 如果他在說有錢人 我們這樣來比 有錢人對有錢人 中等的人對中等人 是吧 這個中產階級 赤貧的對赤貧 是不是很清楚 今時今日呢 我們以三個階層來 生活的水平 或者生活的質素來做一個對比 高端的收入的人 中等收入 還有這個是基層一些的來比 其實今時今日呢 你在中國的地區 乞丐的人數 比例呢 絕對是少於美國的 大家要清晰 現在在紐約 在三藩市 這些說的是 叫做有些錢的地區 露宿街頭的人是多得不得了 那些人隨便利 還有那個社會的衛生 還有那個治安是很差的 那些人還在說的是零元寇 那些黑人呢 是完全是沒法紀的 但是今時今日呢 中國已經是成為 我敢說 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安全的國家 這個已經是不爭的事實 好了 所以現在美國是非常不值得中國 他在心目中 他們這幫人 是看不起中國人的 他們是排華的 大家不要在那裡 他們都是學到很多高深的學問 他們有栽培 你搞清楚收學費 大哥 你以為免費給你讀嗎 還有那些如果學一些 是軍工的科目那些 你留在那裡是幫他做事的 今時今日呢 已經出現了 有些是去那裡讀 石士啊 博士那些中國的尖端的尖子 是已經不簽證給他了 因為他 有理由懷疑 他其實是幫中國政府做事 他是間諜來的 這些已經是莫須有罪名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美國的行為已經是接近瘋狂 他的總統做的行為 其實就代表了這個美國 這是一個國家的國運 你說以前呢 是世襲的 因為無論這個人白痴也好 傻也好 他老爸做到皇帝 都是傳給他的 如果他只有一個兒子 始終都是他做的 所以你看回以往那個歷太 歷朝 很多都是說八歲做皇帝 或者是醜婆做皇帝 接著呢 就是完全不懂得自覺的 信任奸黨 就是這個 去吃喝玩樂 這些人都是做到皇帝的 但是那時候是世襲的 但是今時今日你要搞清楚 現在當然有一些是例外的 也有一些是激情民家 或者有一些 那些不是民選的制度 轉出來的 或者是一些類似民選制度 實際上都是內定的方式 這個陰臉的人的續法 但是始終這些人都是說 不會說是子朝孫的 這些人都是很多 都是在那個國家裡面 選一些人中龍 最優秀的人出來做這個領袖 做這個總統或者這個首相的 但是當然 就算你說不是啊 好像那些 現在韓國那個總統 韓國那個總統 說的是這個 日本的首相 那些都很垃圾 但是他都是選出來的垃圾 他都是有一個一定性的認受性 可能他有一些方面的專家 那個韓國總統 他其實本身都是一個 是檢察官來的 他不多不少都是 他不會是一個平民 不是一個完全一屆草民 是選了出來的 那只會的話說 都是屬於精英的分子 不過他 是說的是 傀儡的精英分子 但是 你可以看到 現在這個世界 是 已經是一個瘋狂的世界 一個人 現在當選一個國家的領導 很多時候不是看他的德行 也都不是看他的能力 而是在講他的主張 他的做法 剛剛去他的口味 所以特朗普 做得這麼差 今時今日都差不多在講 一定是回歸的 這個拜登 他不是無緣無故做總統的 你搞清楚 他是以前 是由副總統做起的 他都是一開始是從政的 你可以看到他以往的往績 有極可溪 這個人都是一個垃圾 但是垃圾都可以 在一個 這麼複雜的一個黨 黨爭 這麼複雜的一個政治環境裡面 出名而出 是因為什麼原因呢 是因為講的是 一幫垃圾 選一幫垃圾 你搞清楚 如果一幫有智慧 有良知的一些選民 是不會選出一個垃圾 是因為這些人 本身的想法 做人的原則 是跟這個領導人 是有吻合 才能夠坐得穩這個位 不是 不是 有很多做到半島都要走 你不要管 我都叫做坐過 就不見你了 可以坐 所以現在 今時今日 現在這個世界 的亂局 我個人認為 最關鍵究底 就是人心的敗壞 所以有些事情就說得OK 上帝要你滅亡 首先要你瘋狂 那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我就再講一次 分析一點點 其實人人都是講利益 而這個世界 在這方面是沒有折制的 人人都要講我 人人都在講我最傻 所以大家就有這個軍事競賽 大家就做核彈 誰沒有核彈 誰先死 所以中國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 都要不要搞糧食住 都要搞這個兩蛋一星 那為什麼要這樣呢 為什麼一個人很窮的時間 他不是在講 首先要加好那個田 是要做那個魚塘 他先找一些糧食 而不是的 又是說要 沒有錢都要買一些村 回來圍著那個村 叫大家 那些鐵不是用來做鍋的 不是用來做鍋的 那些這樣的鐵 那些鐵拿來 就不是用來做耕作的工具 是要用來做武器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世界 現在的人是會來搶的 他不會你窮的時候 我來幫你 他說你窮的時候 我去吞併你 現在是沒有互助的 沒有互助的精神 那你又不是的 那時候蘇聯都幫中國的 你搞清楚 因為中國那時候認了好做大佬 就是這麼簡單的 他是要扶中國來對付美國的 有段時間美國又幫中國 為什麼要聯中國來對蘇聯 其實大家下去都是在說 是想辦法大家怎麼整死對方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這個世界已經是在說 是兵中三尺給一日之寒 其實這個世界已經是兵功了 人人都是在說是滅入心態 是 我想問一下你 為什麼現在的武器越來越厲害 有時候我看那些 這樣的視頻 嘩 又說怎麼光速 又超光速 又說那些無人機 怎麼可以深入這個敵營 還要那些便宜的武器 去打一些貴的武器 嘩 又說那時候 我不知道那個真正假的視頻 他說俄羅斯一個超級的核彈 一出就半個美國沒有了 一個已經夠做了 那為什麼那些武器越來越厲害呢 因為其實是有個原因的 因為你武器這麼厲害 我再說我當然要做一些防禦的武器 這個攔截你的飛彈 剛剛看到今天那段話說 現在中國發明了有一個 好像那些是保護罩 好像那些是很科幻的 但是現在已經 如果那個視頻是沒有騙我的話 就已經出來了 中國發明的 有一個這樣的防護罩 好啦 你防護罩厲害的時間 我當然要出一些 再厲害一點的打破你的防護罩 那你打破防護罩的話 我又再厲害一點的 那全世界的資源 全世界的科技 最厲害的科技人員 都是拿去做這些 這樣的 自殘的一些 互相殘殺的一些行為 你告訴我 這個還有沒有落毒 其實這麼簡單 根本現在 今天 已經不需要借人 如果大家說和平 大家說 都是維持有限度的武器 保衛自己 其實已經 我想在10年前已經可以停止了 夠了 但是現在為什麼還要再搞呢 我真的開始在懷疑 那些人在準備 這個 是升空 升球大戰 是說 有外星人 這個 踏迫地球 我們要保護 保護這個地球 這個就是天方天陷 但是現在 全世界的軍事儲備 講的武器 其實已經足夠毀滅力 不知道多少百次了 那你想一下 大家都窮兵熟武 大家都講的是 加著西瓜都賺錢 那 喊交當然有 人人 是吧 你歸信我的 歸信我的 你肯聽我的話 好像現在北約 歐盟那些 那些 其實 為什麼有歐盟呢 現在歐盟 你都用來 用來搞北約 你不要搞錯 歐盟是那幫很小的國家 因為歐洲沒有大國家 歐洲沒有一個人口 特別大的一個國家 有些是說幾百萬人口 娜威那些五百萬人口 你更加少都有 他們是說一擊之破的 所以他們要搞一個聯盟出來的歐盟 你為什麼會有阿聯酋呢 阿聯酋也是七個國家 七個郵掌國 為什麼 如果他們聯繫在一起呢 隨時被人吃掉 而現在的問題就是 你如果 埋堆的 埋堆的我就不搞你了 但是為什麼要埋堆的呢 為什麼 為什麼那時候 John Lennon 他說他想想這個世界沒有國家 我覺得他絕對是跟這個 江輝歲月 海闊天空 是同一個級數的一些神曲 他當時又說 想想這個世界是沒有角度的 沒有Nation的 沒有這個 是宗教的 沒有religions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他這樣說 現在我真的越來越明白 原來這個世界 亂的原因是因為有國界 原來這個世界 亂的原因是因為有這個宗教 人人都已經是沒有世界方向 講的是四十幾 五十幾 為什麼我們要侵蝕別人的國家呢 為什麼我們要霸霸那些 拜別人的國土呢 為什麼宗教要互相共爭呢 為什麼這個世界有這個宗教 就不能夠容納別人的宗教呢 為什麼我們要打人去恐怖互動 說自己是聖戰呢 以上帝的名譽去打仗 去搶人落地 根本就是運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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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世界 好了 現在你看回頭 剛才我說過三個問題 其實都是跟這樣的起因 是有關聯的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說來講他最初的起因就是 說你要立國 他就說這個耶路撒冷是他的 他們那個的聖地 巴勒斯坦就是 其實大家同時同情 其實說真的 只剩個廟 你去拜跟我去拜都沒有關係 是啊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起因 很多時候就是小事發大 爭下爭下 就由意氣之爭 就變成了國家仇國恨 這個是在講千古的仇恨 但是你想回頭 這個烏克蘭和俄羅斯 其實就是 共同組 本身這個烏克蘭 就是蘇聯的其中一份子 現在為什麼搞成這樣 當然也有一個原因 有美國幕後 在講的 比利監 慫恿這個烏克蘭的人 就去搞俄羅斯 就去搞那個 剩下在俄羅斯 剩下在分裂的時間 還剩下在這個烏克蘭境內的俄羅斯 迫害他 有一個新納粹主義 再加上那裡有一個最大的原因 就是如果那裡加上這個北約 它就沒有了一個屏障 到時候北約那裡的激昏 然後呢 習兵在那個邊界 那個位置 距離這個 克里蒙宮 可能是幾百公里而已 但是如果隔著一個烏克蘭 就可以說幾千公里 那就安全很多 這些東西都是在講的 但是如果大家是有這個 真真正正的這個加腳思想 有這個大家 和中同族的敵戒同仇的話 根本就不到你來搞我 為什麼人家以前 我講一個例子 為什麼潮州人在香港 福建人在香港 這麼多的有錢人 在香港 四五五十年代 蠟燭香港 今時今日出現 李嘉誠 這些超級富豪 為什麼呢 因為團結 你怎麼說都好 你不要搞我 有什麼事呢 就有一個潮州商會 福建商會 什麼商會 什麼同鄉會 你怎麼搞你都搞不到我 但是今時今日呢 當然我現在不是講這個問題 我是講這個 俄羅斯和烏克蘭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呢 因為沒有一個叫做 他們和蘇聯前 前蘇聯的大家的同盟 就是那個 同鄉會 大家分得很清 但是你現在在講 不知道什麼 福建商會 潮州商會那些 大家最後都有一個最高的 和中同族的想法 就是大家都是中國人 今時今日我們兩個 吵架搶生意都沒有問題 但是到了葛蘭當前 我是不會自己人打自己人的 所以當年為什麼 國民黨 是輸得這麼慘呢 因為他們是講 有一個很 聽起來是非常之很討厭的一個 的口號 叫做什麼 先讓內後讓外 他就不打日本仔 他就搞定這個共產黨 他不是在研究共產黨 一起合作 去推倒這個 這個 本仔 在這個大是大非 在這個 急關頭 他還要搞內訌 所以是完全不得民心 大家清楚 現在今時今日也一樣 人也是這樣 香港人也是一樣 是明知道這個 美國是搞這個 顏色革命 擺明是要整死香港的 進一步就是搞死中國 他這樣的這個局 講又講過 提又提過 也都整個事例 今時今日審這個 這個 講的是 黎智英 超然若欠 不到你抵賴 在這個環境之下 仍然有很多黃人 是告訴我 他說 這些全部是假的 他說中國 中國是活該的 我不認識你 我是中國人 我是香港人 你想想 你想想 既然這個世界有這麼多蠢人 喂 人蠢是什麼 有個說話 人蠢是什麼 沒有入意 就是了 現在是人蠢沒有入意 我那天 我之前講過 我有一集講過 很久之前講過 全球低智化 是吧 是 現在看到了 是低智化 原來原來不是低智化 是全球失智化 不是低智 是失智 是傻了 你想想 現在美國 這個國家都是失智化的 你想想這個問題 說真的它都很淒淡 現在美國內州外患 它現在在講國家裡面 你說現在不是 因為美國現在都會有得吃的 你說 我告訴你 現在很多人有錢 你說我見識很多人很有錢 表面上 吃得好 穿得好 是吧 駕駛車 住住大樓 但是其實它銀行好像在那裡爆 它每天都被人追債 還有隨時有一個貨產瘋 你說你香港多不多這些人呢 不少 為什麼這些人 在最危急最窮的時間 最不好的時間 它還要衝大頭鬼 你知道為什麼嗎 要面子 不是要面子 是因為如果它不衝大頭鬼 沒有人會再借錢給它 嗯 這個是有道理 你明白嗎 你明白嗎 如果我講我已經破產 或者我已經吃都沒有吃 沒有人就沒有人會繼續借錢給你 它不能回身的 所以銀行借錢給你 繼續借錢給你 首先有一個最基本條件 你不還本你都要還釘 如果你釘都還不起 你就玩完了 我講一個真實的事情給你聽 又是講為什麼 在最窮的時間 就更加要撐住 不要被人看死 不要被人知道 當年在深水埗 那時候 在南昌街 現在已經是色味了 是一個製衣配料的一個雜散地 就是要買樓 買拉鏈 買那些配件 每個都是去那裡找貨 整條街都是 街頭到街尾 其中有一個 都有一些人有頭有臉 被人上去 那當然是有 是出有因 空月來風未一定有些因 那它怎麼搞呢 其實它都應該是 都幾不行 那些錢都幾頭痕的 它就說也是 總之它用什麼方法 就止咳 真人真事 它是走去當時的Bench 走去那個人夫那裡 走進去 問那個銷子 你們這裡最貴的那個車是什麼車 當時它那個叫做 560SEC 記住一下 是轎炮車 多少錢呢 是260萬 那個車 當年的260萬 它說有沒有現貨 它說沒有 有一個便宜一點的 不知是SL 即是 比較小的Bench 一百七十萬左右 就要這部 什麼時候要 最好愈快愈好 明早做最好 接著就把那個車 拍了在店鋪門口的錶位 從早到晚 從早到晚 那些人來到 嘩 車這麼漂亮 真的夠漂亮 這部車 就不問那個老闆 你這部車哪個 這麼漂亮的 我的 不用說這麼多 然後就馬上傳出去 喂 不是不行的 買了一個新Fans 如果美國也是一樣 美國現在在說 它搞到GDP有增長的 OK 它在說人均的收入 是全球第五的 大家清楚 但是那些是印出來的 那些人 那些是泡沫經濟 是在說維持不久的 它是欠全世界 三十幾萬億美元的外債 它那些人是朝不保值的 今天不知道天日事 還在說政府是隨時停擺的 可以看到 其實在現在這個世界的環境 你看現在美國這樣的情況 這個亂局 其實是很難控制的 為什麼呢 窮人多過有錢人的時間 一定亂的 你要轉界 我可以問你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為什麼富人區的治療會好些呢 就這麼簡單 因為富人區那些人有錢 我不會立法搞不出來的 我要安靜的 我要安寧 最重要是住在這裡 要和平的 為什麼 為什麼同一層舊樓 跑馬地的 要比這個 深水埗這麼多 大家都五六十幾樓 很差的 這個跑馬地的很多樓都很舊 五六十幾樓 但是它比新樓還貴 為什麼 地區 所以 施炳青說 買樓其實是看一件事情 location 第二是什麼 location 第三都是location 現在的問題是 美國這個location 就是很大的問題 本來大海一定要扮 扮有錢人 就算那裡的人 那些人吃得不好 穿得不好 他自己受他自己的心智 如果這個國家不是亂的 為什麼會有零原購 為什麼會窮到要搞零原購 任人搶東西 因為那些監倉已經沒有地方放 那些監房都養不起那些人 這個也是因為什麼原因 因為那個犯罪的代價越來越低 現在這個世界就是 我搶東西 現在是笑貧不笑窗 你知道嗎 講你沒有錢 沒有錢就比做賊 我做賊 搶到錢回來 我還有面子 我做窮人 因為我連搶的能力都沒有 我一窮 我就嚴重了 我一勢弱 我就被人吞定 這樣 我就要埋堆 你以為現在歐盟那些人很過癮嗎 那些沒有話說完 那些國家就負責收難民 那個中歐那裡有什麼難民 就全部進去那些窮的國家 那些人沒有反抗的 那些人沒有反抗的 歐盟你最窮的 你欠人錢最多 那你當然要閉嘴了 是不是 那家族裡面最窮的是你 那你負責出去做些粗活 那些人會擔憊 算了 那些人都擔憂堂台你做 不然你就還錢 所以這一個 是一個 必然的現象 但是 為什麼美國現在有這個內斂呢 我想告訴你 你知道 後來就算 對我一直說 因為德薩斯州是窮 它不是最窮的 但是它反而是旅不住 是美國的第二有錢的州來的 你叫我做收難民 你有沒有搞錯 你傻了 你明明有問題在哪裡 他叫錯了人做事 但是沒辦法 因為德薩斯州以前都是跟 它是這個墨西哥的其中一份子 那裡跟這個墨西哥是接約的 那些人第一的橋頭堡就是這個德州 德州說我心想 我有吃有獎 我又不需要求你 又不需要求你 你在那裡搞我做完 搞到我的灰燕上去 我當然不需要 但是現在這個問題就是 誰坐的那個位置就可以胡作非為 沒有人有反抗的意義 是不是 我現在叫以色列 我現在撐以色列也可以 我叫你幫幫忙就一起出錢出來 幫這個烏克蘭頂住俄羅斯也可以 大家一起充公他的錢也可以 他以為他全都玩了 但是現在的問題出現在在哪裡 出現了就是失控了 龍被弄出事了 他說想不到 原來有些人是不聽過資格的 還有一件事他已經犯了重生 因為他是 你打人沒問題的 說真的 很多人的心態你就打他 我幫我給錢 喂 你不要拔我我當口才行的 我經常在街市都是這樣的 喂 年輕人的時候很多街市的檔口 這些人在那裡吵打架 打沒有人沒有人幫忙的 但是打著打著 就推倒了旁邊那個魚檔你就糟糕了 那個魚檔分分鐘就幫忙打那個搞事那個 因為那個人搞了我的魚檔 然後旁邊那個坐檔說 喂 你搞到我沒有生意做啊 大哥 有沒有搞錯啊 其實那個問題就是這樣 因為當你做一些事情 你影響到我的時間 他就會拆掉隔兩 另外很簡單的 你在街上看到那個阿婆 暈倒了 未必過過過光的 尤其是大陸現在不怕控制 又怕你裝死 但是如果那個人是你的家人 你當然會幫了 為什麼呢 燒到你自己那一集 那你就被迫著要做 現在 歐盟北約去幫拖這個 這個俄羅斯 所以幫了這個烏克蘭去扔俄羅斯 為什麼呢 搞到它呢 搞到它現在那個 要用這個 貴的價錢 你買俄羅斯有嘛 是不是 你現在要及遲遇 然後搞了搞了就說 喂 不要搞了 你搞到俄羅斯發瘡 你這樣下去呢 我們都不行 唯有兩個選擇 一個就是 要是 要是叫這個烏克蘭 你不要再搞了 不要搞了 你不要搞了 你不要搞我 但是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不想 這個烏克蘭再繼續搞下去 不過美國不讓它收手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美國已經是 貝羅斯發瘡 貝羅斯發瘡 已經收購了很多 不是收購 是 強搶了 古夏蘭的很多土地 很多資源 用什麼方法呢 方法就是 他說他資助他那個 軍費嘛 實際上 是打欠條 他又沒有錢給的嘛 我就給軍費給你 你就先搶著我 沒有錢還 你就給我一些資源 但是如果這件事 他借不到這個烏克蘭 俄羅斯現在不是說要借死他 這麼簡單 現在是要佔領他回頭 佔領回 古夏蘭很多的國 有些明明是他的 當然是拿回 現在不是他的那些都要拿 那他還說怎麼樣 到時這個 美國就水骨打走 這個血管無歸 所以他現在就要逼那幫這樣的抓牙 你快幫忙和我對死他 如果他對不死他 就輪到你們死 我死了 我有什麼事情 你們都不用治好人之局 那些傻子 以前很共和平的 瑞典啊 挪威啊 那些這樣的國家 你以前聽過要出去和人打仗的 第二次世界大戰 很多都沒有去訓的 很多國家都 現在都要拿西瓜都出去打 出去打一份 為什麼 給那個這樣 這個超級霸王 我們愚愚愚一時糊塗 就進了北約 他現在做 你以為這麼過癮啊 入了社團 有什麼事幫你出頭啊 阿公有事 你要幫忙幫忙 要收這個什麼醜啊 你記不記得 生死醜啊 嗯 老醜 現在他們那幫人 就要小心死醜啊 你不用做啊 讓你這麼過癮啊 我保護你了 但其實根本就不是保護你 現在這個局大家都清楚了 但是北約就不是說要受到保護 是受到控制啊 OK 你入北約是說進了這個黑社會那裡 現在是我說的 我當然是給他餘肉 我是給他做免費做爪牙 還要給他如取如攜 好了 今天終於發展到 講一下這個大家的看法 終於發展到 美國已經不耐煩了 美國已經不耐煩了 英國其實沒有任何的主見 英國全部都是聽 聽美國講的 就熟了 他所有的意向 什麼都全部都是美國講的 他完全是快一點 為什麼 因為英國的首相 是美國幫他搞出來的 你的音點那麼小 所以他就要聽大哥講 現在已經覺得很清楚了 他現在已經開始 同意意識別講 他同意這個 是巴勒斯坦立國 講完了 現在這個局已經很清晰了 就是說你已經變成棄出了 這個也達到我幾個星期前講 我懷疑美國是想 是害死這個以色列的 現在以色列裡面是五爐七雙 起得很慘 他那個重建的費用是不得了的 到時候你沒有錢 你國家當然不用說 要不要錢借 或者你要不要我幫忙 到時候就 就說一你都不敢說二 現在你美國 現在以色列打完這個仗之後 元氣大傷 那個經濟癱瘓 要重建的秩序 他都 都 有時間搞 在這個時間 如果再打下去的話 可能現在已經 他已經去到美國可以出手 操控 這個以色列的程度 因為以前 原本還沒有打這個以巴爾大戰 第六次 這個以巴爾大戰之前 以色列是說要去逼美國去幫忙 他以下犯上 但是今時今日 他已經成功令到這個以色列 中半親 我個人認為 美國是有一個陰謀論的 他不多不少都是想 借機 我之前都講過 現在都沒有變成一個看法 是想修復這個 這個以色列的這幫人 但是這個可能也牽涉到 是兩個美國的集團 和利益分配的問題 這個有機會再講詳細一點 但是現在看到這個問題就是說 我們為什麼會 世界亂得這麼厲害 那麼多人都縮手無策 因為有一個問題出現 有些人是專門要去亂 而不是被迫地去亂 你搞清楚 因為原來一個世界亂 不是個個都會受損的 原來有些情況下 原來亂是有些人會得益的 這才是慘 比如說打架 當然是兩敗俱傷 大家都沒有好處 但是不是 原來兩個人打架 是有些人得益的 現在你看到這個 研究一下俄羅斯和烏克蘭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美國內亂 亂了之後 究竟誰得益呢 那這個得益的這個人 會不會繼續 有這個事態 再向更加差的環境去發展 而獲得更多的利益呢 這個就是令到現在這個世界 這個亂局 能不能夠停止的一個最大的因素 我個人是這樣看的 好了 今天就到這裡 多謝楠阿卿的分享 非常清晰 其實老美真是自作而不可活 大家可以看到的了 是不是冰風三尺 非一日之寒呢 絕對是 好 今天時間到此為止 多謝楠阿卿的分享 記得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感謝大家的支持 大家再見 拜拜